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潮水潭 佩琪和乔治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海边玩了 佩琪和乔治喜欢在海边玩 这里怎么没有沙子 这个海滩上没有沙子 佩琪 没有沙子吗 那我们要怎么堆沙子城堡呢 佩琪和乔治喜欢堆沙子城堡 乖孩子乔治 别这么伤心 这个岩石海滩上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呢 当海水退下去的时候 会在石头中间留下一个小小的水潭 那些水潭叫做潮水潭 在每一个潮水潭里面 都会有海水留下的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能看到一些闪闪的东西 是枚硬币 有可能是海盗留下的宝藏啊 我们把各自找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吧 好的 就放在乔治的水桶里面吧 瞧瞧这个水潭里面藏着什么惊喜 这个水潭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里面总会有什么东西的 佩琪 仔细看 哇 好像真的有东西呢 是的 是一只螃蟹 这只螃蟹钳住爷爷的手指了 哦 哇 好疼 真是调皮的螃蟹 看乔治 螃蟹先生 他是横着走路的 乔治假装自己是螃蟹 佩琪也想装成螃蟹 我们是调皮的螃蟹 潜你 潜你 救命啊 这里有两只调皮的螃蟹 想要来潜我 我们是调皮的螃蟹 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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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开 调皮的小螃蟹 回到你们的潮水潭里去 好的 我们再去别的水潭看看 你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海螺 你能听到海声吗 什么意思啊 你把海螺放在耳朵旁边 就可以听到海 哇 我听到海的声音了 我好喜欢这个海螺 乔治 你能找到海螺吗 螺 那个不是海螺 佩奇说得对 那不是海螺 乔治找到的是一块化石 什么是化石啊 所谓化石呢 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 死了之后的遗体 比方说恐龙的时代 恐龙 潮水潜 潮水潭真是太好玩了 是的 它们是很好玩 但鱼就不适合在这里了 一条鱼 在哪里 一条可怜的小鱼被困住了 这条小鱼说 它很想赶快回到海里面去 你可以尝试着用你的水桶来解救它 没错 佩奇把小鱼装进了它的水桶里 别担心小鱼小姐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的朋友了 再见 小鱼小姐 再见 我喜欢潮水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